探寻世上奇闻 领略不同趣事 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准不一样 人民的生活水平肯定也会有所差异 因为国家的不同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与建设 按照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 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 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国家 堪称财大气粗 因为全国无穷人 政府会每个月给他们分发1.2万补贴 看到全国无穷人这样的标签 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迪拜 因为迪拜是出了名的有钱 可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国家是阿拉伯国家卡塔尔 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岸的卡塔尔半岛上 虽然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的名字 但是它相当富有 这里盛产天然气和石油 两者的储量都位居世界第三 因为占据了天时地利的好位置 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当地人也可以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 毕竟不是每个国家都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 除此之外 当地政府还会时不时地发放一些福利 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救助或者面临破产边缘的人 只要他们愿意寻求帮助 政府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所以当地人如果生活条件特别艰苦 可以直接申请救助 那他们每个月就能够收到政府发放的1.2万元的补贴 看到这样的救助方式 想必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羡慕 因为这样的月收入是很多人都无法实现的梦想 而在卡塔尔却以司工见惯 不知道大家如何评价这种现象呢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 记得关注点赞哦